了解 女人 作曲 杨戎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杨戎 作词 杨戎 作曲 杨戎 人越接受神的话 越有开机 越能几颗木一地 追求人世神 只有接受神话 发誉的人才能有更深更丰富的经历 生命才能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 作为每一个追求追求生命的人 都应把此事当作一个专职工作来对待 应该有无神不能活 无神一世无成 无神一世虚空这个感觉 也应该有没有生灵痛在什么都不做 独身化打不到过小任何事都无心做 打不到过小任何事都无心做这个心智 不要违旧自己 生命经历是山开极 引到来地 也是你们主观努力的劫迹 你们都应有在生命经历上不能饶恕自己 不能饶恕自己 这个要求 人越接受神的华 越有开启 越能寄颗木一地 追求人是山开极 追求人是山 只有接受神话 云的人才能有更深更丰富的经历 生命才能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 作为每一个追求追求生命的人 都应把此事当作一个专职工作来对待 应该有无神不能活 无神一事无常 无神一切虚空这个感觉 也应该有没有生灵痛在什么都不做 独身话打不到过小任何事都无神做 打不到过小任何事都无神做 这个心智 不要迁就自己 生命经历是山开极 引到来地 也是你们主管努力的结局 也是你们主管努力的结局 你们都应有在生命经历上 不能饶恕自己 不能饶恕自己 这个要求 生命经历是山开极 引到来地 也是你们主管努力的结局 也是你们主管努力的结局 你们都应有在生命经历上 不能饶恕自己 不能饶恕自己 这个要求 我都应有在生命经历上 你是一个收藏之物 你是一个收藏之物 追求有一滴人生 追求有一滴人生 你既是一个人 就应该为神花费 忍受一切痛苦 忍受一切痛苦 就你现在守着点空 你仍心里高兴踏实地接受 活出一个友谊的人生 像越过一样像彼得一样 你们这些人是追求正当 追求进去的人 你们在大轰隆国家 站立起来 是被神称为唯一的人 这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吗 你是一个收藏之物 你当敬拜神 追求有一滴人生 追求有一滴人生 你既是一个人 就应该为神花费 忍受一切痛苦 忍受一切痛苦 求你现在守着点空 你仍心里高兴踏实地接受 活出一个友谊的人生 像越过一样像彼得一样 你们这些人生 你们这些人是追求正当 追求进去的人 你们在大轰隆国家 站立起来 是被神称为唯一的人 这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吗 咯 就是将全人摆在神眼前 真心顺服神的一切说话 能够实行神的话 将神的话作为 你的生存根基 在神的话上能够 真心寻求实行的部分 这是实际的活在神眼前的人 你做的对你的生命有一处 借着赤和神的话语 赤和神的话语 能满足你里面的需要 可缺少 是你的生命心情有变化 这就满足神的心意了 你安身的要求去做 不满足肉体 乃是满足神的心意 这就进入神话的时机了 谈更实际的进入 进入神话的时机 就是指你能尽上你的分分 满足神的需要 这样的实际行动 这样的实际行动 才是进入神话的时机 你如果能进入这个时机 能进入这个时机 那你就有真理了 就有真理了 这是进入时机的开端 你得先做这个偷恋 之后才能进入更深的 更深的时机 之后才能进入更深的 更深的时机 彼得在神面前 尽忠多少年 不曾发过怨言 不曾有过埋怨的心 旧时月薄 也不及他 而且历代生徒 都远远落后于他 他不仅追求 人是神 而且实在撒旦 实行轨迹之时 来人是神 这样就是他 多少年的时法 都是和神心一地 因而不曾被撒旦 被撒旦 被撒旦理由 他吸取月薄的心心 他吸取月薄的心心 月薄的心心 但看清了他的短处 以后 看清了他的短处 也不欣欣随大 但在灵界的时 他缺乏人时 他缺乏人时 所以说出了许多不合时机的话 说明他的认识仍然是肤浅 仍然是不能达到完美 仍然是不能达到完美 所以彼得一直注重 魔灵中感觉 一直注重观察 领解动态 所以不尽深的心意 他能略有提倡 而且撒旦的轨迹 他也略知一二 从而是历代依赖 对神最忧认识的人 神是希望你们都能 都能有 都能有独立的赤核 总能活在神的面孔中 生活之中不离开神话 那才是被神话宝 不断地交通 你所作所行 必不知发梦 必不知没有头绪 必能有身体 都能有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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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不知身体 必能有身体 必能活在心的亮光里 有更多更新的开机 不能爱人体 不能爱人体 观念琢磨 怎么做怎么心 应顺服神话的引导 要有一颗清明的心 安静在身前 多多地揣摩 不明白地别寄予求成 多多拿到身边前 写上真诚的幸福 相信神必是你的权能 你应有力还有神的心智 即可寻求拒绝撒淡定 借口存心于轨迹 无悔心不软弱 一心寻求 一心等候 要积极主动与神配合 除去里面的热门 除去里面的烂路之物 一心寻求 一心等候 一心等候 要积极主动与神配合 除去里面的烂路之物 要积极主动 要积极主动与神配合 除去里面的烂路之物 除去里面的烂路之物 与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